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欸!沒有!蜘蛛壞嗎? 有有有 不要瞄準闊魚啦! 別鬧了! 好!回去換一下瓶子 希望這個王不要太難對付 好遠喔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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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 好! 好! 他變壞了 天體無下 超兇狠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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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殺傷害我還蠻大的 天體無下 天體無下 没有摸了 不是吧 摔住 哎呀 他最后一下 今天那时候没有摸 啊 啊 我在打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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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打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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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躲 出出出 就差一点 掺杂机会 我来说一下那只王的故事 好哦 如果千鸟还记得 这个始源萤火燃起的时候 几股势力各自拿了一部分的萤火 其中一个拿到最多力量 叫做格温 这里原本是他的宫殿 后来他的儿子格温德林继承了这个宫殿 此时沙利湾区最恶之都见试到最恶之火的力量 加上深月的力量 因为野心把 德温格林关起来了 并且把当时 岸月事件船长 幽儿斯卡关在俘虏之塔 所以我们上次遇到的那一位嘛 另一方面很久以前 艾尔里奇染上了吃人的习惯 吃了好多不死人 获得了可以变成死亡的灵魂量 大概要吃多少啊 因为吃来了行为遭到飞移 所以深渊教堂的主教 把他给传火了 等等等等 把他给传火了是 传火会变怎么样的 我们要封回散者艾尔德里奇 艾尔德里奇就是他嘛 今天这个 下宿我好像就变得坏了 之后引火又要 其滅曾经当过新王的艾尔德里奇复火 却不打算完成传火的任务 我们把深渊教堂的三个主教 一个跑去自奉重生之母 一个躲在下水道 M 然后一个留在深渊教堂 传火就是把新王当成 嚯人了 噢 这个都平常像一样的套路 阿唇 我不要卡住 我不要卡住 拜託 我討厭這招 我真的已經是第三點了 明明再一下就可以達斯塔了 卻沒有出到機會 而愛爾德里奇為了報復 打算把所有的繩子都吞掉 一路往冷裂谷爬樂過了 此時沙利萬遇到愛爾德里奇之後 因為他很有興趣 就把葛溫德里送給愛爾德里奇吃掉 所以就變成BOSS了 因為吃了最後一個繩子 所以叫做試繩者 所以沒繩了 繩都被他吃了 你太慘了吧 他放那個鑑魚的時候 我跑太遠 他就會放特地的那一艘 那一艘我又躲不掉 如果我跑近了他就放迴旋台 我又躲不掉了 快點 YES YEAH 大家還沒中到之前 先把他滅了 可惡 張宇 可惡 請把他滅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